不知你可曾察觉 于当下之社会 总有一些人在人群里显得格外出众 他们未必拥有倾国倾城之貌 却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 犹如磁场一般 令人难以将目光移开 此等磁场纯净之人 恰似璀璨明珠 无论置身何地 皆能光芒四射 那磁场究竟为何 许多人尚未能明晰 其实 每个人身上皆存在磁场 虽不可见 但其力量却不容小觑 仿若万有引力 我们身上的这种磁场 无时无刻不在左右着我们的人生 人的磁场涵盖三个核心要素 所处环境 个人性格以及志向抱负 尽可修身 尽能升会 尽能领智 这些皆为构建强大磁场的关键所在 环境对人的磁场有着直接影响 例如 整洁干净的环境会令人感到舒适 惬意而脏乱差的环境 则亦使人烦躁 不安 人的性格和志向同样会左右磁场 积极向上 乐观开朗之人 往往散发出迷人的吸引力 消极悲观 慵懒懈怠之人 则令人心生厌烦与排斥 再者 每个人的磁场 揭具自身的频率 不同的人常有不同的频率 而相同频率的磁场 会产生共振 相互吸引 这便解释了为何有些人我们感觉特别投缘 而有些人却始终无法产生共鸣 那么 这种磁场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你的观念 信仰 所处环境 朋友关系 饮食状况 欲望追求 获取的信息 以及睡眠质量等等 皆会产生影响 这些磁场进而塑造了你的气质 左右了你的运气 甚至决定了你的命运 所谓你所想的 便是你所看到的 倘若你心怀积极向上的思想 你的磁场便会呈现积极向上之态 从而吸引积极向上的人和事 正所谓重瓜的瓜 重痘的痘 思想为因 与思想相适配的人生境遇便是果 每个人的磁场均具备释放与吸收的功能 若自身磁场频繁与品行不端之人接触 对方可能会污染我们的磁场 倘若与磁场强大之人相伴 其散发的磁场亦能净化我们的磁场 当一个人完全依照道德准则为人处事 他所感召而来的便是亲和的磁场与力量 其灵性也会日益提升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人很有灵气 五行很好 与磁场纯净之人交往 确实能够提升自身的磁场能量 在日常生活中 磁场干净之人通常有如下表现 就外观穿着而言 往往简洁大方 从居住环境来看 通常明亮整洁 此外 在初次接触时 我们往往能通过以下几个细节 感知对方是否磁场干净 磁场干净之人 内心纯洁无瑕 不存任何私心杂念 以不受不良信息与环境的干扰 他们总能以最本真的姿态 与他人交往 并以最自然 最自信的状态展现自我 磁场干净之人 我们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其独特的气质与气场 其个人魅力与影响力极为显著 磁场干净之人 感知能量颇为强大 能够洞悉天地能量的变化 体悟他人内心的困苦 觉察自身情绪及身体的转变 磁场干净之人 能量系数颇高 内心满是喜悦 平和 慈悲与大爱 磁场干净之人 思维清晰 条理分明 表达和逻辑能力皆较为出色 磁场干净之人 给人一种极度舒适的感觉 或许并非依循世俗评判标准而言 但却让人有种难以言喻的美好 甚至有人称其聚佛菩萨之下 这是由于内心的纯净 乃是他们魅力的源泉 这些人的魅力并非仅仅源自外表 更多地缘于其内心的纯净 他们的眼神清澈明亮 充满自信与力量 他们的言行举止大放得体 处处彰显着优雅与智慧 这种由内而外散发的魅力 正是他们独有的磁场 这些人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 更具备丰富的内心世界 他们善于学习新的知识 持续提升自身的修养 他们知晓如何与他人相处 凭借真诚和善良触动人心 正是这种内外兼修的特质 令他们在生活中处处成为瞩目的焦点 这些磁场格外干净之人 不但在个人生活中大放异彩 还在社会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他们的优雅与自信 为整个社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他们的智慧与力量 为他人树立了榜样 他们的存在 让这个世界愈发美好 人们常言 良好的磁场能够吸引美好的事物 不良的磁场则会招致厄运 磁场不仅与身体健康相关 还能够对人际关系 工作以及生活等诸多方面产生影响 倘若自身磁场遭到污染 不再干净 也会呈现出一些显著的特征 常见的情况包括性格暴躁 磁场受外界某些因素的干扰 开始变得极不稳定 如此一来 这个人的脾气往往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也许过去是个极为平和之人 面对任何事情都能心平气和 不焦不躁 可磁场紊乱之后 脾气就会变得极为不稳定 遇到事情便大发雷霆 整个人变得难以捉摸 健康状况欠佳 我们每个人的运势都会受自身磁场的左右 要是个人磁场变乱 还会危害到个人的健康运势 逐渐出现一些小病小灾 令身心健康每况愈下 而且在一段时间内 持续的小病小灾会一直反复 即便到医院治疗也不见好转 病情不断反复折磨着人们的心情 其实此时可以审视自身磁场受到了何种影响 以及如何扭转并恢复现状 否则将会对今后的运势造成不可逆的严重后果 性格变得忧郁 磁场的变化有好有坏 倘若磁场发生错乱 通常会招来不佳的运气 不好的气韵长期在本人身边徘徊 那么很容易导致这个人 看上去一副忧郁的模样 可谓是负能量爆棚的具体体现 在此期间脸色憔悴 心态惯 其周身散发着一种 让人不自觉想要躲避的气场 这对于个人运势的发展极为不利 运势会逐渐变差 磁场污浊之人 往往会致使运势衰败 运势的衰落并非局限于单个方面 可能涵盖多个层面 比如说 突然在事业上遭遇众多 自身难以解决的阻碍 错失大笔订单 又或者是自己相恋多年的感情 瞬间消逝无踪 再者 人际关系复杂 磁场不干净的人 其人际关系通常较为复杂 正所谓近诸者赤 近墨者黑 你拥有怎样的磁场 便会吸引与之相同磁场的人靠近你 这也被称为同频共振 磁场不干净的人 身边往往吸引的 也是一些人际关系混乱 状况频发的同类 进而使得自身的人际关系变得繁杂 消耗自身有限的精力 而且 磁场不干净的人 往往缺乏沟通与表达能力 容易引发误解和矛盾 从而影响人际关系 如今 你是否明白了磁场干净的重要性呢 那么 怎样才能保持自身磁场干净 倘若感觉自己的磁场受到了影响 污浊 又该如何净化呢 首先要明晰一个最为基本的原理 磁场的干扰是相互的 当两个磁场相遇时 更为强烈的一方 会产生穿透 干扰甚至覆盖的作用 导致较弱的一方被干扰影响 最终呈现出趋同一致的态势 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便清楚 保持自身磁场干净的核心 在于向内修行 因为你无法改变身边每一个人的磁场能量 只能持续修炼自身 让自己的磁场能量变得强大 以此抵御外在的干扰 并且能够凭借自身干净的正能量磁场 去影响他人 帮助他人 为此 你需要做到 拒绝内好 遭遇坏事时 不要反复深陷于情绪之中 抱怨几句之后 尽快翻篇 坏情绪极有可能引发一连串的坏事 尤其是情绪激动时 往往口不择言 俗话说或从口出便是这个道理 持续传递正能量 远离让自己不开心的人合适 清理你的社交圈 珍惜自己的情绪价值 多与能量高的人相处 这样更易于收获好运 也能引领你走出困境 大自然中也存在能量场 多出门晒晒太阳 拥抱大树 在富含养离子的地方 进行呼吸吐难 树立积极的信念 你的思想吸引着你所追求的事物 你所想 所信便决定了你拥有怎样的磁场 这便是吸引力法则 思维决定了你的行为 行为影响你的认知 认知决定你人生的走向 所以 若想改变人生 很大程度上需要提升自身的认知 坚定自己所坚持的信念 日常行善积德 在帮助他人的同时 自己的内心也会获得风盈 从而净化自身的磁场 日行一善 多说正面的话语 这些都算数 佩戴能够提升能量的物件 当感到条件受限之时 可以通过佩戴一些 能够提升能量场的物件 来改变自身的磁场 法宝对于佩戴者 是有加持作用的 同时对心理也有积极的暗示作用 通过这些正向的能量 来改变自身的磁场 消除身边的负能量 从而实现转运的效果 另外 如果您感觉自身的磁场 已然被负能量所影响和污染 那不妨尝试通过以下八种方式 来调整自身的能量 家 环境越干净 人越有精神 尝试整理一下房间吧 这也是在清理我们的心神 将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打扫干净 我们的内心也会变得豁然开朗 心 内心越纯净 人越显高尚 进行一次深度的冥想 或者用心念诵佛经 清除心中的杂念 去除烦恼与忧虑 让心灵回归纯净与安宁 心静则神清 神清则气爽 我们的面貌自然也会更加光彩照人 神 身体越洁净 人越显健康 有条件的话 泡个热水澡 保持身体的清洁与卫生 这不仅有助于预防疾病 更能彰显出我们的自律与修养 经常洗澡 让身体保持清爽 我们的精神面貌也会焕然一新 言 言语越干净 人越显修养 说话要文明礼貌 不说脏话 粗话 这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 更是对自己的尊重 倘若有讲粗话的习惯 不妨和自己约定 先从坚持一天不说粗话开始 保持言语的干净与纯粹 我们的形象也会更加优雅得体 行 行为越干净 人越显正直 控制自己的身体 改掉一些习惯性的小动作 做人做事光明磊落 不偷奸耍滑 不占人便宜 我们的品行自然会受到他人的敬重 保持行为的干净与正直 我们的人生之路也会更加宽广顺畅 念 念头越干净 人越显心静 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 注意时刻关照自己的念头 心中无杂念 无贪嗔痴 我们的内心就会如同明镜一般 映照出世间万物的美好 思 思绪越干净 人越显睿智 尝试静下心来 给当下正在做的事整理思路 清晰明确 不被分杂的念头所困扰 我们就能更好的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保持思绪的干净与清晰 我们的智慧之光也会更加璀璨夺目 神 神态越干净 人越显精神 好好打理一下发型 护理一下皮肤 不需要浓妆艳抹 但要得体大方 充实光彩 神态自然 大方 布角柔造作 精神面貌就会显得充满活力 保持神态的干净与自然 您的魅力也会更加无法抵挡 感谢您看到最后 如果今天的分享对您有所帮助 请点个赞给我回应 回复一句净化我的磁场 愿世间众人都能养出好磁场 迎来好运气 还没有订阅频道的 请点击屏幕上的订阅按钮 与我建立连接 随缘关注 共修福报 随喜转发 功德无量